哈喽大家好,我是潘大帅,欢迎收看本期大帅观战,来观战一把目前S1的蜘蛛啊,猛男,猛男童,机械祭司入炼,拥兵飞仙流,修机速度够,然后有宝人能力,有救人能力,还有飞狮能力,这套阵容还是比较完整的,没什么短板,上来抓到机械狮的话,我觉得蜘蛛这把平局起步了,哪怕你飞仙什么的, 我这边带的是个传送,好吧,你飞,飞,遨游,纯一轮蛛丝,应该是会先交51点蛛丝的一个三连来打一波,但是这边的蛛丝没能连上好,第二波连上这边打一刀,51点打一刀,51点换一刀是一个公平的交换,就是你一个三连蛛丝,求者这边特别机械是这种吃一刀,对于技术来讲也是不亏的,就看后续了,这边是没有闪现的,能不能利用小蜘蛛, 小蜂这个点再拖一会儿时间啊,牵制嘛,牵制不起来的,但是拖嘛也能拖一拖,蜘蛛里面一个风窗,然后想交一个两连蛛丝或者三连蛛丝来带走,看见了这边没有交互点,但是我觉得还是架一轮吧,它前面有板子的,架上,哎呀这边的一个操作有点小失误,砸了个头, 哦,它第一根蛛丝如果交在出房门,就出小房的口子上面可能会更好一点,这样再砸一个头,我去啊,机械师啊,牛P啊,这样的话啊,那机械师凭借着自己的一个操作啊, 是把这个局势给翻了过来,本身的话,穷者这边其实没有什么能够去真胜的点的,因为一个机械师倒了嘛,但是这一轮牵制的话,两个杂头差不多就是二十多秒,二十多秒对于这套阵容来讲,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,它可以让祭司跟佣兵的奠机甚至都能点开了, 然后机械师娃娃又离得非常的远,它修开一台,那么这样的话呢,穷者有充足的时间来做一波卡半救人啊,就是你卡半了,那么这边的一个节奏就有可能可以让求生者去争取一个三,哦,这边是选择传送回去吐一口来防,这波,傭兵赶紧走,赶紧走,硬要来救,吐一口,哎呦还好,卡半救下来了,小木木也是真的顶啊,这万一一口一到, 人没了怎么办呢,富贵显宗求,机械师为我们争取了这么多的时间,我们一定要把他的这个,哎,吐一口,没吐中,一定要把他的这个人救下来,卡半救,这波救下来的话,穷者很有机会能征胜了,当然蜘蛛也有保平的命啊,因为这个下一波救完人以后,机械师上挂飞,然后并吃不到祭司的洞啊, 这边除非祭司要有一个大洞,小洞的话,我感觉时间上面可能也不太够,哎,吐一口,没吐中,打掉这个洞,这边是让陆练师来救,一台电机被管住,还行,这波电机被管住的话,还是有机会的,打个洞,那边救下来,这边看到陆练师要保这个机械, 上挂飞的机械,要回去守电机,回去守电机,这个局势不好呀,这个局势不好呀,外面已经重新齐台了,百分之五十几, 回一口,他得慢慢吐,把这个人留在地下室,祭司这边马上有洞,等五秒钟,两成蛛丝,一刀好的,那这波挂在地下室的话,依然是有一个保平的面,传送也拖出来了,这里只能安排陆练师来救,陆练师救完, 机械师,这边贴门,拥兵呀,机械师的娃娃可能也能贴一个门,好的, 借师贴小门,娃娃贴大门,两边门一贴,偏一个三,偏一个三, 吐一口,吐中了,好,这边能不能打个落地的,没打中,没打中,但是这边还有蛛丝,还有蛛丝, 还能吐一口,躲掉了,呦,这入炼,机械山摸的快怀表, 没打中,还有一次机会,落地刀,好的,入炼师直接入炼, 还有两个落地刀,再补,电击,牵起来,这电击没有亮吗,这边是打一刀入炼师, 再把人挂下去,好,你这个电击亮不亮,只能亮了,这波主要是这个蜘蛛的两个落地刀打得太好了, 但是呢,依然求死者有三跑的面,为什么呢,两边的门在开,这入炼师, 哦,好像小门这边是没有开,小门这边是放了,算了,离这边的那个比较近, 一口,没打中,一刀,有传送,这边小门没有开的话呢,平了,小门如果开的话, 我觉得还有机会能争个三啊,这里把人挂上传送啊,那边走了,平局, 哇,这把平局,这个蜘蛛的一个开门战的落地刀打得非常的nice啊, 呃,当时第一波落地刀不亮,第二波落地刀可亮,但是他们想的可能是再打一轮, 就是让这边的这个入炼师入炼了以后,再进去救一波,可能是这样的安排吧, 呃,无论怎么样,反正就是靠这波地压室是守住一个平局,还是非常精彩的, 所以呢,让我来说境事物的安排, 但是为什么 Deus不由得很高的, 现在坊扑家在锅稿时必然将呱歇用请试微なんだ用点接 flames io仿杂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